大家早晨 星期二得讀 今天是2021年 2月2日 星期二 3條2 3條2 21222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突發新聞 其實已經突發了一天 沒有辦法 由於這個節目的安排 現在我們仍然在Patreon 沒有辦法在YouTube 即時跟大家做 不過也是因為沒有YouTube 所以也是沒辦法 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也預告了很快 大家不用擔心 不過大家記得支持二部曲 支持二部曲 看回我們之前的廣告 還有訂閱Patreon 訂閱Patreon是最重要的 Patreon現在是3200多 3200多 增長其實也算是緩慢 已經過了四天了 沒有辦法 因為可能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奇怪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因為是不是平時是靠Lotification進去看的呢 所以他沒有看過我們的頁面 即是我們YouTube的封面 也可能是用手機看不到那個 可能是人們不是進去那個頻道 只是看一條影片 不要緊啦 我們看看那幾天 應該都可以復活了 現在我們要講講這個 緬甸政變 這是 近來發生的世界最大的事 緬甸 大家也知道 一直以來都是軍政府執掌的 即使這個 昂山素姬 其實他的權力 不是很穩固的 只是當時軍方願意把權 讓給他 和舉行大選 軍方其實是拿得很穩固的 因為國會說 一定要有超過75%的票 才可以更改國會裏面的憲法 但是 緬甸軍方拿了25% 他本身的議席 即是 其實沒辦法改 即是 你要他 改他才可以改 你不可以改 他就好像當年霍英東棄樓 留在天台的 業權分數拿了最多 你以後拍不到他那種 他的玩法 有點像北外的情況 Good Friday Agreement 基本上另外一邊不通過 他就不會讓你通過 其實憲法是不能改的 一定是保留軍政府 就變成了一個界別 其實就不是大家一般理解的 純粹是軍隊 他就好像一個政團 一個政團以及一個統治機構 其實現在泰國也相似的 泰國也有軍人的當然議席 也是佔大多數的 所以你不能選贏他的 所以 這是功能界別 這是軍人界 這是軍人界別 這個 可能叫純亡齒寒 緬甸發生政變之後 萬谷街頭 有一個年輕人出來 支持緬甸反對軍政府 這個政變 大家都知道泰國也是一個出名政變的國家 原來已經有14次政變了 上次我說錯的資料 有14次政變 二戰之後 一個國家14次政變 隔幾年就來了 共和奧運會 軍隊權力大 政變可以當飯吃 即是當吃生菜 你是不是香港聽到 覺得匪夷所思 因為你從來 香港人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聽也不會聽到 教育機構也不會敢教你這些東西 其實大陸也是正在政變 也正在政變了很多次 文革也是一場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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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時打倒高遙 集團也是一場政變 把高江、搖壽石打倒也是一場政變 然後到了彭德懷 7000人大會也一場政變 把老毛迫去二線 然後老毛發動文革也是一場政變 把他們的政敵鬥倒了 鬥低四人幫也是一場政變 四人幫那場要懷人堂政變 所以 中共是有很多政變的 不過近來也不少 近來也不少 近來也不少 只是禁住了 因為歷史 薄熙來也是政變 也是禁住了 薄熙來還有另計劃 還有很多 好像孫政台也參與政變 根據中共的看法 八九六四也是一場政變 一場失敗政變 流產政變 一場由趙紫陽發動的政變 所以政變這件事其實一點也不陌生 不過我們 很少說香港人 香港人覺得陌生 香港人覺得陌生 香港人 第一次政變就是2019年 就是革命了 時代革命了 我們就被人徹底鎮壓了 沒錯 我們先跟大家說說新聞 緬甸軍方在星期一發動政變奪權 國務資政昂山素姬 總統溫敏 以及多個黨內高層被軍方拘捕 近年緬甸軍方允許有限度的民主 但是仍然對政治 有一定的控制權 分析認為昂山素姬設立形同實際領袖的國務資政 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在剛過去的大選 取得 過半議席 不是八成議席 當然不算軍方那裏 不算軍方那裏 因為他取得了 軍方之後的那個 75% 軍方取得25% 他取得75% 選票應該取得80% 議席應該取得七成半 他好像取得了 300多席 總共有300多席 另外有30多席 是親軍方的那個 民建聯 叫緬甸民建聯 叫緬甸民建聯 類似的 我們要先解釋一下 昂山素姬 是不能再做總統的 他在任內 設了一個位置 取代總統的位置 國務資政 英文就是counselor 他應該抄抄新加坡 抄地干擾 變相這個位置 其實是等於總統的位置 等於控制 整個政府 其實為甚麼有緬甸的憲法規定呢 任何人的直屬的配偶 或是直屬的親戚 有外國的國籍的話 就不可以做總統的 所以 其實是為昂山素姬度身訂造的 但是當然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這樣 你不會容許一個有外國護照的人去選你那個國家 那個總統的 美國也不會容許 他的配偶是 這個說回 昂山素姬 最近可以說是國際聲譽大受影響 主要是因為羅興亞人事件 當時我們也大力對他大力批評 如果你現在看 可能也是 被迫也未定 因為他的權力 其實是不穩固的 軍方隨時就取得回 而 主動 甚至乎進行屠殺的對羅興亞人進行屠殺 就是 這個叫做 軍方 緬甸軍方主導的 所以 當時他也有可能是被迫 去聯合國 或者在外面這個國際上的軍方 解釋 說好說話 當然我們當時 其實 沒有他認真很深入 但是羅興亞人的問題 已經是幾百年的問題 主要他是一個信奉穆斯林 反而是接近孟加拉的 而且羅興亞人 當時是 類似僱傭兵那樣 在緬甸的土地上 也試過進行大屠殺 所以是一種世壽 而且要明白 就是 緬甸的政局 沒有穩定過 很多不同勢力在交戰 你可以想像他的邊境 就由於敘利亞 現在的情況 所以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 你未必會 同意他做 當然他對人迫害 到最後交戰 因為恐怖分子滲入在裡面 你看看最理解的戰爭 一架車開過來 一架車進來 那一架的士司機 開槍打死他 因為怕他會裝炸彈 因為IS就是在用炸彈 整架車撞過來 甚至乎女人、婦孺、小孩子都一樣 最好派 緬甸一直都處於這樣的狀態 一直都是 而且 他不單止有羅興亞人 有幾百萬羅興亞人的問題 他還有幾個幫 也有禪邦 禪邦是一個最大的 他分開北方禪邦 東方禪邦、南方禪邦邦 很多個的 還有禪邦分為第一特區、第二特區 因為第一特區就叫做果敢 這個也是一個 漢人血統的 另外就叫做雅邦 另外一個控制的 也是有漢族血統的 這些地方全部使用人民幣 全部掛中國國旗 基本上 是一個共區來的 這個國家的人口、種族問題 這個種族很嚴重 他有很多種種族 他不只是大多數 還有其他種族的人 所以 緬甸本身的政治就很複雜 緬甸的政治複雜 還要加上軍人獨裁 這個更加複雜 因為 在 中南半島 有很多個國家都是軍人獨裁 這個緬甸 之前是解剖寨的 這個解釋 為甚麼緬甸是會有 軍政府一直存在 那麼久呢 跟他周邊的形勢 是有關係的 就是 某程度上是 因為他們有實際需要的軍隊 有軍政府在 而且緬甸的問題 還牽涉到國共問題 當年國民黨有一支殘兵 有一支孤軍 入了緬甸 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勢力 當時 緬甸自己搞不定 要求解放軍 動手 去追殺他們 他們被解放軍 追殺了但是 對付緬甸的軍隊就卻卻有餘 把緬甸軍隊打得很糟糕 所以 那裏形成了另一股勢力 變成金三角 有一堆國民黨的孤軍 進去了 這節要說 多樣東西 大家會想起一件事 原來軍方 聲稱他們剛剛那個選舉的大選 竟然跟美國一樣 有這個選舉詐騙的嫌疑 軍方就發動了一場政變 這個其實就是大家 早兩個月 很希望特朗普可能會做的事 就是選舉被人詐騙了 然後希望他動用軍隊 軍隊拘捕那個詐騙犯 結果緬甸做了 美國沒有做 但是緬甸 很明顯他是一個反過來的角色 他自己就是詐騙犯 因為他拿槍就兇了 下一節 我們要講兩節 因為這節是說那件事 還未已經說了一大半 下一節要講的就是 背後的黑手的可能性 沒錯 下一節 我們就要把緬甸政變的幕後黑手抽出來 好 拜拜